近日有媒体爆料称张学友最近决定卖掉自己价值3.6亿的豪宅 这套豪宅位于香港富人区潜水湾 此事迅速引起网友的关注 据悉这套豪宅是张学友在1993年和2004年以4,630万入手的 二世纪年能拿出几千万买豪宅 歌神的财力可见一斑 张学友早年在娱乐圈的确赚了不少钱 身价自然不菲 能买这么贵的房子也不稀奇 但是令人佩服的是 他眼光独到 在房产上的投资非常成功 当初潜水湾的豪宅张学友是以4000多万的价格买入的 如今抛售时房产增值超过了8倍 市场价已经达到了3.6亿 这20多年里 张学友光靠这套房就净赚了3个多亿 当然 房子的装修 购置家具 维修等也是一笔巨款 但是不管怎么样 张学友帽这套房子都是稳赚不赔的 至于张学友为何现在售卖豪宅 有网友猜测 他卖房是为了缓解没有收入的压力 增加手头上的钱 不至于让生活陷入困境 此前 张学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坦言自己近几年来一点工作机会都没有 因此 很长时间都是无收入的状态 在投资方面 他变得很保守 不敢投资风险性大的项目 他也不想把很多的房子租出去 因为当房东不仅仅是只需要收房租就行了 还有很多麻烦事要处理 非常心累 张学友的家人比较多 日常开销很大 他早年唱歌时收入很不稳定 因为唱歌不像拍戏那样 拍完一部戏就很明确自己能赚多少钱 后来靠开演唱会赚了一些钱 但是这几年因为种种原因 无法在全国巡演 收入锐减 普通人若是长时间没有收入来源 一直坐持山空 一定会负债累累 而明星和普通人所认为的贫穷和没钱 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再怎么样 张学友都不可能身无分文 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去年 张学友被曝花108万 在海南三亚观音像莲花座上刻字 为家人祈福 这几个字可以说是一字千金 普通人能买一套房了 他售卖豪宅自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的决定 不过他目前并没有回应此事 真假难辩 明星与普通人的生活本就是天壤之别 张学友这种级别的天王 在前几年都度过了一段很困难的时期 更何况是平民百姓 希望张学友能够保重身体 也期待他能够有机会再次出现在荧幕上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如今的娱乐圈越来越复杂 它往往要比普通人的生活要更加的复杂 所以在平常人之间的友谊 爱情 在普通人看来是很平常的 遇到聊得好的人 就自然会做朋友 遇到了自己心动的人 也自然而然会走到一起 并且努力地会去经营 因为也能够遇到一个心动的人 一起组建一个家庭 幸福地走下去 所以能够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也真的是很难得 任何人都是 如今也有很多结婚了的明星 不过有些高调 有些低调 有些就是偶尔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晒晒自己与家里人的幸福美照 有些也就从来都不晒照 不过如今 晒不晒照 好像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情 就像是朱丹 因为她的丈夫从来不发她的照片 而朱丹本人又会时常地在微博上晒出自己与家里人的照片 所以很多网友说 她的丈夫不够爱她之类的谣言 而她自己却在单恋周一围 所以如今高调不高调 晒不晒照 好像也成为了一件被控制的事情 但是 娱乐圈还是难免有很多低调的明星 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 也是有着歌神的称号 无论是在影视还是乐坛上都曾留下辉煌 歌神的无数歌曲至今被传唱 尤其是那首《一路上有你》 但你知道这首歌她是为谁唱的吗? 她是张学友送给妻子罗美威的 记住这首歌感谢妻子的一路陪伴 对于张学友我们都太熟悉 但是她的妻子罗美威因为出道早退得也早 可能很多人对她都是陌生的 今天就给大家聊一聊天王嫂罗美威 罗美威1965年出生于香港 在她很小时父母分手 所以一直跟着外婆长大 20岁的罗美威出落得挺挺欲力 无意中被导演黄百明发掘 之后便进入演艺圈 1985年参演喜剧《开心鬼放暑假》 演出后引起一阵反响 聚火了 罗美威也一炮而红 公司顺势将罗美威 李莉珍 陈嘉玲 包装成《开心少女》组 当时这个组合也是烽火一时 1986年 罗美威与大五岁的张学友合作 《痴心的我》 两人在片中饰演一对情侣 让人没想到的是 两个人竟把感情延续到了剧外 所以这部影片也成了两个人的定情之作 确立恋爱关系之后 两个人爱得很高调 经常被媒体拍到两个人出伤入对 狗粮洒不断 更过分的是 拍摄月半弯MV时 男女主角就是张学友和罗美威 两个人真是一点都不避讳呀 两个人虽然爱得如胶似漆 但是并没有影响事业 罗美威身受家和创世人 何冠昌夫妇喜欢 与梅艳芳一起被收为干女儿 而她与梅艳芳也一结金蓝 成为好姐妹 在罗美威事业蒸蒸日上时 张学友的歌唱生涯遭遇滑铁卢 因为唱片卖得不好 一直消沉 终日喝酒解愁 后来沾染上了酗酒的习惯 再一次喝醉后 她还与粉丝起了争执 这件事也让她好名声有所影响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张学友更加沉沦 罗美威看到男友如此 也是十分的心疼 罗美威陪伴在张学友身边 安慰她 照顾她 还默默为她收拾喝醉后乱吐的会晤 1988年 罗美威与张学友分手 并托朋友转告张学友 如果她能走出来 两个人还有机会 没想到这句话激励了张学友 重新振作起来的她让事业迎来第二春 事业稳定后 张学友求婚罗美威 两个人在1996年幸福地步入婚姻殿堂 在2000年 罗美威为张学友生下大女儿 2005年 两个人的二女儿出生 随着二女儿出生 罗美威变得非常爱干净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洁癖 随着洁癖越来越严重 罗美威的行为也是影响到了家人和身边的朋友 在家里 除了老公和飞庸可以抱女儿 其他人一律不允许 就连亲生奶奶也不行 出门在外 她还会自带消毒喷雾 把卧室里的所有物品都要喷洒上消毒水 才放心 不仅如此 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要消毒 据说 三年里 罗美威换掉21名飞庸 罗美威的洁癖 可以说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 而且外界对她的流言蜚语也是不断 但是张学友对刘美威的爱从未改变 两个人结婚34年 至今无绯闻传出 或许两个人在一起经历过太多的事 所以才能够一直相濡以沫地走下去 已经61岁的张学友 近日被粉丝贴出合照 原来是她在街上被偶遇亲切答应合照 不料照片公开后却引发热议 张学友不但身形销售 也出现了些许白发 如往常一样笑得相当的灿烂 被网友认为略显苍老 但是也有人认为 自然老去很正常 只要状态好就行了 此前张学友罕见地接受媒体采访 被问到近日传出的经济危机 张学友则是笑回大家误会了 被问到经济二度处处状况 张学友直言 那是网上的不实传闻 经济有问题是很大误解 不是有存钱的 而张学友和老婆罗美威 结婚25年 也育有两个女儿 被问到婚姻生活 张学友则分享 最近做过最浪漫的事 就是一起去散步 孩子潮很像老人活动 很像那些纪录片 老人去散步 我正在感受他们的浪漫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